国王为了取悦妖艳女人 每天都给她安排猛男打架 只为满足她那一点点的怪癖 女人名叫达里拉 她不仅长得美 而且还十分的放荡 因为她除了是国王的女人外 私下里还和大将军有染 这天从大将军帐篷出来散心时 不料却遇见一头雄狮 雄狮扑过来的瞬间 却有一个男人挡在了她身前 男人非常的勇猛 面对雄狮的撕咬 她根本没有丝毫惊慌 只是略微出手 雄狮的血口就被她轻松撕碎 如此英勇的一幕 却引来了部分士兵 但其中一个士兵却认出了大力的身份 原来她是以色部落的神之子 就在几天前 菲利士的士兵准备征服大力的部落时 却被大力一人徒手给击碎 大力的威名还传到了国王耳朵里 国王不允许有对她构成危险的存在 于是派遣大将军前去围剿 但此时大力却自己送上门 而且还是为了救王妃 大将军虽然有亡命在身 但她也不好做忘恩负义的事情 于是选择放大力一马 博杀雄狮后 大力也发现了菲利士士兵 还没来得及询问被救女人的名字 就匆忙地离开了 来到安全地方后 大力久久不能忘怀 此时她的脑中全是被救女人的身影 但她也知道女人的身份肯定不简单 思考片刻后 很快大力就回到了部落 另一边 大力徒手博杀雄狮的威名 再次传到了国王耳中 国王瞬间对大力产生了兴趣 之前上报他徒手击退100人的小队时 国王只是认为下属 为了推卸责任谎暴军情 只是认为大力的部落有威胁 这才让大将军前去围剿 但这次大力的名号 却是从弟弟耳中得知 这才让国王非常震惊 为了得到此等人物 很快国王就命令儿子前去活捉大力 但派去的人根本不够看 依然被大力徒手击退 经历几次进攻后 大力的部落开始动荡不安 认为只要大力离开 他们就不会被菲利士攻打 经过部落的商议后 大力最终被驱逐 含兴的大力走了几天几夜后 他来到了一个菲利士的下属部落 并且娶了这里的公主 然而这并不是幸福的开始 而是悲剧的开端 仅仅只是因为一眼 漂亮公主就爱上帅气小伙 并且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婚礼 可就在婚礼当天却出现了意外 几名不速之客来到了这里 并且在婚礼上带头起哄 大力知道他们肯定不怀好意 于是出了一个谜语打了他们 如果他们能够猜出 自己就给他们30件衣服作为奖励 如果猜不出 那么就闭上他们的臭嘴 大力说出谜语后 众人果然都在讨论谜底 但好奇心却害死猫 大力的未封期二压也想知道答案 大力并没有多想 只是叮嘱二压不要在婚礼结束前 把谜底告诉第三个人 虽然二压向大力做了保证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不速之客为了让大力出丑 竟然私下里威逼二压父亲说出答案 不然就会给他们的部落安排罪名 老父亲当然不想自己的基业被毁 于是主动找到二压帮忙 老父亲说出利害关系后 二压不得不将谜底告诉老父亲 通过老父亲的嘴 王子的属下最终得到了答案 并在婚礼结束前公布了答案 还扬言是大力的枕边人告诉他的 大力听到这里后 他这才知道二压背叛了他 一旁的二压也是非常愧疚 大力为了发泄心中的怒火 当场直接表演徒手拔树 但这也难消心头之恨 于是他索性当场翻脸 直接把这群不速之客抓起来 并且将他们的衣服扒光 顺便兑现自己的承诺 在一国他乡遭到妻子的背叛 还有菲利士人的羞辱 大力一气之下离开了这里 当他两天后再次回来 却发现二压一家都被灭了族 并且在管家的口中得知 原来二压背叛他是被逼的 这一切都是菲利士王子干的 得知真相后大力懊悔不已 后悔当初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为了给二压报仇 大力决定向菲利士宣战 于是他回到了自己的部落 准备组织起义军 灭掉菲利士的暴政 但刚刚回到部落 就被族人们再次下达驱逐利 没有办法的大力 最后只能置身一人 独闯王城报仇 很快他混入商队 并且在巧妙的伪装下 找到了杀害二压一家的凶手 不过大力在动手报仇之后 却引来了士兵的追击 逃出城池后 他却遇见了自己的族人 并且在族人的口中得知 他们部落饱受菲利士的压榨 为了反抗菲利士的压榨 阿日思夜想的女人达利拉 国王为了给儿子报仇 居然担心让王妃去色诱敌人 如果王妃成功归来 就能得到十万银币的赏钱 达利拉听说是去色诱神之子大力 他不仅没有拒绝 反而十分的愿意去挥挥神之子 在国王的安排下 达利拉半路偶遇了大力 当大力看见达利拉后 整个人都惊呆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达利拉会出现在这里 但为了尝尝这角色妖姬的味道 也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了 很快大力就沉浸在了雨水之欢中 在与达利拉相处的过程中 大力一步步的沦陷 回到部落的路程一拖再拖 每天眼里除了达利拉外 就容不下其他人 甚至为了达利拉 亲自扛起千斤石缸 一点点的给他倒水洗澡 在达利拉的诱惑之下 大力彻底沦陷 甚至被达利拉套出了神力的来源秘密 原来大力之所以天生神力 那是因为上帝将神力赐予在他的长发内 如果剪掉长发 他的力量就会随之消失 得到天大秘密后 很快达利拉就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趁着大力不备之际 他轻松斩断了大力的长发 一瞬间大力就失去了力量 没有力量的大力就和平常人差不多 很快就被菲利士人抓住 并且挖去了双眼 其一军得知大力被抓 很快就急匆匆的前来营救大力 但他们装备实在太差 十分钟不到就被全歼 大力虽然看不见 但也能感受到族人的惨叫声 国王为了震慑反抗者 直接把挖去双眼的大力游街示众 并且给他安排最苦最累的活给大力干 此时的大力已经认识到自己错了 也知道了自己来人间的使命 为了将功补过 他不断地祈求上帝赐还他力量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他的力量终于回归 不过此时的他却变成了瞎子 为了推翻国王的暴政 大力必须等待一个机会 终于这天 一年一度的祭祀大会开始 而大力恰好是所有贵族取乐的头彩 等到所有贵族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大力仰天长笑 一声怒吼之下 大力开始摇晃 不一会功夫 包括达利拉在内 所有贵族都被埋葬在废墟之下 失去高层的王国土崩瓦解后 大力的尸首才被人们发现 而大力的传奇 也永远地被人们所记住